说好了这事你不要插手 横述你那几个兄弟 朕会从轻乏落 怎么就不肯听劝 即便要求情 私下里说便是 何必要在朝堂之上 当着纯臣的面开口啊 你说这个恩典 朕给还是不给啊 给了你开了这个口子 谁都来求情 这案子还怎么查 要是不给你 外面人会说咱们离心离德 以后步步艰难 就是 这平时挺明白一人啊 怎么现在犯起糊涂了 我可都谢罪 请陛下恕罪 臣为了替生母白氏 洗刷耻辱 在宗府上力转包扬 请封告命 不得不保存顾家的子弟 请陛下看在臣的份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臣一个恩典吧 要不然臣 臣这官做得也没啥意思 朕知道你身世坎人 你要什么恩典没有给过你啊 朕气得是你自作主张 陛下 臣之所以在朝堂上 当着诸位大臣向陛下求情 就是怕陛下以后落人口实啊 万一陛下 私下里对顾家从轻发落 怕别人说陛下偏袒臣 这下可好 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看着臣对陛下步步紧逼 那陛下爱着面子 才不得不答应呢 怎么说都是你的理 让外人看着咱们君臣失和 那就是好事情了 陛下 只要您知道 臣与您同心同德 那便是了 那别人的想法不打紧 行了 行了 坐你下吧 这 那 那顾家的事 朕已经当众点头了 岂有反悔之理啊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不然就罢你的官 让你日宇宙中地 谢陛下 谢陛下 陛下 陛下 息怒 陛下 你何时来的 臣妾一早就来了 一直在殿上护着呢 陛下 尝尝臣妾亲手做的果子 真没胃口 你自己吃吧 陛下 臣妾忙活了半天呢 你 放着吧 朕吃不下 陛下 陛下 刚刚从太后手里夺回玉玺 顾将军是献策有功 可现在就如此娇张跋扈 这将来可如何得了 什么同声同气啊 我看 他是跟桓王才是同声同气吧 住口 滚出去 陛下息怒 滚 滚 滚 是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啊 好 三哥 到头了 快 上车 谢谢 谢谢玉玉玉玉玉玉 谢谢卫武 谢谢您 七爷 啊 走 听闻 对不起 我儿受罪了 对不起 挨打了吗 听说 听说大哥哥没了 郎中不是说他身子日间好些了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去 把大哥哥气壁了 你还管得了他 你还管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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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二哥哥的福 我倒是还好 丙哥哥被声打了一顿 他们也都出来了 五方和你们出来了 这四方和平丙被派了刘发 自有四方地去跟老二闹 咱们不用操心 这还闹什么呀 二哥如今全是滔天 他蒙尼安多少人都舌尖着 我能胡伦各出来 就算是祖宗有德 你这个没抽搐啊 这明明就是齐家的小工业 要跟杜亭叶做法 你是人在家中做 我从天上来 不是 不是说 不是说是为了我手中过了 给蜜毛采买的几个女婿吧 算了点鸡毛蒜皮的事情 顶多责罚一下 至于老老许不去 不是 变家 慢点 收了 收了 走 你现在是恩社开市了 大哥哥也没了 我得想法出去 活动活动 给你找个差事 你在家呀 就好好地读书 这结果眼了 别再跑出去三挖两手的气候打闹 听见没 大哥哥没了 二哥哥心里想必 他还得装鬼上心呢 我们都装过 二哥哥这从来不会装的 姐 多谢小公子 告辞 他家活跃 表现了 你俩试着 女孩 你俩小现在 我先把她抢了 你俩啦 你俩穿了 我俩带上文法 他不然 我先下去做错 一路走回去 那我陪着官人 前些时候 顾廷叶在朝堂之上 当面罗 对面骨难 替顾家求情 官家不想顺免顾家那几个人 本来就是为了杀鸡给活摊 可顾廷叶弄出这么一出来 对不起 官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情愿 免得丢了前提救人的心 可人情这么一出 就失了仙气 太后抓官家的把柄 就多了一个 但官家最后还是准了奏折 忍了这这口气啊 所以今日这道符纸 说得毗里阳秋 听着不对劲呢 难怪孤儿夫妇 两个都没有出现在林前 只怕是在内厅 又气又怕吧 这是朝堂之后 不管女眷什么事 官家虽然恼火 可恼火的也是顾廷叶她一位 是 朝堂上的事 女眷差什么责 今天天色真好 我们喝盏茶再回去吧 官人还是忘不了 那个盛大娘子 折腾折腾 这盛大娘子的官人 初期也是好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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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辈子 虽然是锦衣玉食堆着养出来的 却实在命苦 却实在命苦 好在 盛德哥 这样有本事 又孝敬的孩子 为你弄得了告命 你 再也没人敢瞧瞧你 瞧瞧东家 瞧瞧咱们白家 好 你 姐姐 官家斥责这么大的事情 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如果不是我今日 听着福祉不对 你还不肯跟我说呢 我母亲和外公 此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脱了商机 如今得了册封 我心愿已了 得罪官家就得罪了 怎么了 横叔 我都救过他们父子的命 当初我可是活着命去救他们的 官家那与我是过命的交情 还不足以让我母亲得不到命吗 是 臣子鞠躬自傲 自古以来可没什么好见 你就放心地跟着我走 帮你出不了事 挺这脾气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怕 你说我二哥哥那么谨慎的人 怎么和你交上朋友的 天王老子管不了 你管得了 儿啊 你说你第一次明哥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 这天可不早了 再也不出发 这赶不上晚上嘟嘟了 大人 父亲 父亲这混蛋 他就故意的 他把父亲都没人秀了 为什么就判我们流放 不就是我们四房路得差些 没有五房 和他们好俯混的关系好吗 为什么非判我弟弟 他们五房 一样从溺王交集过 他家何止送过美妾妖头 住口 犯人哪 关人 顾廷叶那个孽掌 他就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啊 你说怎么儿子 人身体这样 怎么能受得了这个苦 关人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好不好 让他走 我不理他顾廷叶的人情 走 走 走 孩儿 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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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和孙武 才称坡目 禀彭山之翠气 受皇室之奇书 功继彪微 人品端方 自生荣吉 毅力纯成 功继高而不乏 路欲厚而能迁 而自卓乙将才 命之侯爵 恪受金子光禄大夫 尚祝国 西宁远郡侯爵 拆遣如故 故妻盛世 书温居至 柔亮成怡 清方贵欲 锐问川流 嘉惠成于自然 仁孝本于天父 可特受永家郡夫人 主者施行 侯爷 侯夫人 够高上有此理 调山之后 在你身上的你身上的 相遵守 神奉 一身身上的你身上的 你身上的你身上的你身上的 我怎么能得告命呢 你为什么不能得告命 可 我才多大呀 听说先秦大娘子 也是过了世之后 才追封了告命 眼下的小秦大娘子 也是历经了两代猴瘾 近日方才得了告命 连我祖母都没告命呀 因为我父亲 没有在野地里 救我团练时 也没有在宫内搏杀过 他们自然得不了告命 我母亲得告命 是因为生了我 你得告命 是因为嫁了 明明是陛下的恩典 明明是我去宫里帮你求的 小傻瓜 好 侯爷夫人 那边来人了 叶哥 这你对四方家也太不厚道了 丙哥 董小就体弱多病 四嫂嫂多有浇灌 根本连苦都吃不得了 可你非要让他们去流放 不是我要他们去流放 这是官家让他们去流放 潘妇逆亡 光这一向重罪 流放那都已经算是轻的了 要不然 让你家狄哥去 这 才不说话呢你这是 别 别生气了 五叔叔 兴许啊 二郎已经尽力了 叔叔莫再骂了 叶哥 那现在四方家少了个男丁 这往后的日子吧 肯定是少了些助力 叶哥 那你以后 要多安抚和照顾啊 秦大娘子 我最看不懂的就是你 你这么能做戏 不去男娶班子 待在这侯府里头 真的是屈才呀 怎么说话呢 当初你无法无天 你老爹打你的时候 全凭这个母亲护着你 你现在竟敢如此地羞辱她 我爱是你 我爱是你 你呀 她就是这么个臭脾气 五叔 你为什么总帮着你的嫂子 我的继母说话 这失何道理啊 二哥哥 二哥哥 我还没坚持 竟然连我也敢羞辱 二哥哥 二哥哥 你眼睛还有没有长眉啊你 这是 二哥哥 你胡说什么呢 真气死我 怎么 你也帮着他们到我家里头来骂我 我听大哥哥在天堂上揭破 家里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可是我母亲 对不起 看来二哥 是不打算给我留颜面 我们走 嫂嫂嫂嫂嫂嫂你别走啊 你别哭了 她就是这臭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 她那是故意在刻薄我 我真是做了什么孽呀 我千亿百顺的 要出这么个儿子来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午饭我就不留叔叔审上门吃了 你不在 恶嫂嫂嫂嫂子 喂 走 快喝完 不要 走 老爷 老爷 毒叔 老爷你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毒叔 沐山 堵不住了 老爷 我母亲也是 何必非跟着五叔过来 受这场气呢 现在好了 二哥哥好生气 连我也不搭搭理了 你说我这游还怎么指望 他替我摸个差去 你还指望他 他跟你是生死对头 虽说之前在家里 也吵了几句嘴 他毕竟是打鼓亲兄弟 况且二哥哥从小就疼我 等一下 也就有点生你的气 好在他也不是个 小气的人 不许过两天也气 也不消 是我亲生的嘛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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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 你再来的路上 那顾婷叶就已经 扯封习几了 还是关家贴身的你内关 何董都说得像 这绝位都该是你的 你就没想着 把他再抢回来 还想着去给他顾婷叶 当跟班 我跟你父亲何董要抢 怎么就生主 你这么个儿子 我倒是想席绝 可我也要能席才行啊 二十度这个现象 是关家身前当红得令的 如今已然席绝 又不像是大哥 整日缠绵病态 他如今正是春秋鼎盛 见诏如牛 与二嫂子又恩爱的去 巧儿子就得养个孩子 怎么也轮不着我了 什么叫当红得令 关家在那堂 斥责他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什么 怎么回事 这你都不知道 成天跟你那些珠鹏狗 有胡闻什么呢 可是 二哥哥 如今正是新贵当红 关家怎么贵 什么叫新贵 什么叫当红 新贵就是往日不贵 现在贵 往日不红现在红 关家斥责他并没有什么稀奇 稀奇的是 这个消息怎么这么快 就会传出来了 这说明关家也并不在意 那既是不在意 还有什么当红不当红 你记住吗 没有什么当红不当红 只有关家当用不当用 母亲 你就让二哥哥当家又怎么了 过去你们母自子孝的 我又有哥哥照顾疼爱 这日子究竟有什么不好 你们非得这么折腾呢 你们 안녕 请 反正想他死呢 也不只我们这一家 迫着也不用找 自己跟厂商吧 停车 停车 三哥 赖娘子做这一切 可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穿穿我们娘了 三哥 赖娘子 今日 既然已经册封了 绝问和告诺 我这位秦大娘子 不对 现在已经是有告诺 应该管他叫太夫 按理说 咱俩以后还得奉养 这个秦大夫 最是阴陷较长 平日里装着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 让满东青城的人 都在于他 其实他肚子里全是一样 对 官员说的这个事 我想过了 别叫我乖 那叫什么 二叔 闭嘴 你与我又没有亲 为什么非得跟着仁若喊我叫二叔呢 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二哥喊呢 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二哥喊呢 不然你叫我儿童吧 他都不恭敬呀 还是叫乖是吗 你这张小脸皮底下 你这张小脸皮底下 对我哪有半点宫颈啊 就二了 你敬武这人我心里真有数 不必担心 咱们将两府邸之间的围墙拆了 把花园的地盘一放 再做一番休息 表面上是两家合成一家了 但实际上咱们住一头 她们母子两个 还有嫂嫂住另外一头 还是和往常一样的 你要是不放心 那我就让你晚 再加一道隔门 可真如同就远了 叫二郎 你一个字 一个字 蹦 试试 二郎 叫的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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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 大娘子前心 买只高香吧 高香好 神仙保佑心想事成 去去去 大娘子不要高香 这可是扬州来的好香 您回信 拜 我想 请大娘子去见个人 人若对了 大娘子 再买小人手上的香火不吃 来 来 见人倒是可以 可却不想人见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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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好 我要 一 名 我 南 南 南 这夫人一到我们的地间 就被请进院里捉住了 你们可真是有心啊 她仗着自己是侯家嫡子 强过我白甲家臣 不再弄死她这件事上用心 我在什么上用心 白甲大郎只管等着好消息吧 那小人就在此静候嘉宴 来 嗯 一夜 上早朝啊 正好我也去礼服 咱们一路走 知道 走 好嘞 婆婆安好 安好 这 这 这 走 走 二郎 二郎 就算你不认我 也不能杀了我呀 二郎 你不认我 想杀我 我也认命了 可是 你不能不是你儿子呀 这是怎么了 二郎 又 这 二郎 这不是我们二郎家那个外事吗 二郎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这个道理嘛 还是该懂的 度量要放得大一些 那弥勒佛的肚子 为什么这么大 那就是容仁容世的 婆婆您说哪里的话 我们顾家这小庙可容不了最尊大福 好孩子 你可别年纪轻轻地 落下个善渡的名声 她呢 是个苦出身 也没什么根基 那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让她进门吧 对了 她不是还有个孩子 在你那儿养着吗 去 把姐叫来 见见亲娘 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是 公爹在世的时候 坚决不让她入门 这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公爹才过世多久啊 婆婆就把她画得忘了 她生了个儿子 那对顾家也是有功的 嗯 婆婆说得有道理 朱娘子 你把娼个儿叫来 放我房里养着吧 做梦都没想到 姑娘的大娘子会是姑娘娘 当初在于家的时候 姑娘替于大姑娘斥骂我 莫不是包藏私心 想独占故郎 我没有朱娘子那么聪明 婚姻大事我都是听家里的 家里让我嫁哪儿 我就嫁哪儿 哪有这许多计较 还有这样的事啊 这是我家的家事 若无事 可以去庙里烧香 看看菩萨会不会保佑你 心想事成 石头 在 送客 是 您这边走 是 这是你的家事 叶格儿 你可别忘了 你可别忘了 我朝是以仁义治天下 你也是这朝中大员 还是别把事情啊 做大了的好 一天 他才咋复试图 是 一个吗 啊 护士席 天啊 是 一个护士帅 这个护士帅 的护士帅 就很快 你也不复要去佯你的历子 能复吗 谢谢啊 这一年 你去哪儿 姑郎让我入了门 家谱之上挂了名 他自然 就能见到二郎了 如今之际 只有心虚意为意 假意答应 让他进门 只要昌哥一露脸 其他事就好办了 我看这个猪娘子 心机深沉 可不怎么好对付 他现在提出来条件 只让你与他同房意外 日后 不知道还会提出 什么条件来 难道次次都答应 你 我什么 除了得失和谋话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 要跟我说 有啊 现在提出来这些条件 你还好答应 那之后 若遇到你答应不了的事情 这可怎么好 好答应 我与别的女子同房一晚 你觉得好答应 我知道你觉得她心如蛇蝎 自然是不愿意的 你 你 可是她 她死都不肯透露 唱歌地吓了我 那 那 你同房一晚 说不定还能问出个什么来 好答应 你还觉得好答应 那是你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我儿子 过了啊 我送你过来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这就很漂亮 我发现了 坐吧 你走的这个日子 过得怎么样 一路上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这些 都是给人江西风波留下的疤 我心想 都怪我当初一念之差 让孤狼嫌弃我了 就当是我的报应吧 你走的时候带走的不少 为何还要江西风波 都说我那哥哥是个泼皮无赖 你不肯信 他把我那些钱搜刮去 又是瓢又是冻 无底洞似的 没几日就耗干净了 长哥又是个孩子 在家里养尊处优 吃喝不愁的 我为了供他 什么活都肯干 什么苦都肯吃 阳哥还是个孩子 确实吃不得苦 口 过几日 把长哥接到府上来 那不就更好了 郭郎是定了 令我办喜事的日子了 后日 后日是个好日子 你若不嫌操促的话 咱们就定在后日 我不嫌弃 不嫌弃 不嫌弃 成功还小 都想着 找人把他接过来管理 他来做什么呀 等我的名字 入了顾佳的谱 他什么时候都能来 后日等你进了门 我便邀请我们顾佳的祖佬 把你的名字写到家谱之上 就是我不知道 了解的时间够不够 去把长哥接过来 他来不了 再多几日也来不了 我找到好朋友 你怎么得好 你怎么能做 你怎么不做 我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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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句话 你都要读我 我还拿你做妾做什么 顾郎 你别生气 我只求入门做个妾事 入了门 我自然对你千一百顺的 你现在没入门就这么对我 等你入了门 你还不爬到我头上去 爸 爸 爸 我去告诉他们 后日没有什么喜庆的日子 把那些黄礼和彩虫都收了吧 顾郎 顾郎 怎么 你现在想告诉我了 我说 你离我近一点 你这个网吧钩子 来人 公子 你这都 胖哥早死了 早死了 你胡说 你胡说 门头上的草 已经三尺高了 把他给我捆起来 倒下去 糟死了 草死了 还想要儿子 你竟然把他给我捆起来 你站哪儿有什么用 疼吗 我都说我无话了 你 疼吗 都是我太糊涂了 我 我也不是不知道她的品性 居然没有缩她的身 这怎么能怪你呢 外娘这个夫人 遥遥了得 就是兴术不成 做什么事都跟疯子一样 她要是想坏什么事 那也是防不胜防啊 那你要说啊 长哥没了 听说了 我不信 不信 这个毒妇从来就没对我说过一句实话 我方才都收获了 后日她来不了 再多几日 她也来不了 就是你这个狠心的蠢货 你赶我走 你把我轰走 我身上那几个钱 根本用不了几时 你把我轰了 大险是病了 我请了好些个狼钟都不成 我请了好些个狼钟都不成 她在我怀里 叹了劲 都是你 你这个狠心的爹 男人 男性巨团 是 在你去这个妇人的时候 在做侯爷的时候 在你在边境城 耀武扬威做大人物的时候 你儿子 已经在你弟弟乡埋着 雨水鸡晓着他 老鼠虫子看着他 打进去 有钱咋了 侯爷 就是你 你丧尽天亮 姑娘 你丧尽天亮 你哄我走 就是你们的哄我走 她现在这娇滴滴的样子 几辫子打下去可能就 就断气了 那昌阳哥的下落 你就永远都问不出来的 你看看他那样子 跟个疯子似的 他本来就是个疯子 我不用大心 我能问出个什么来 看着我 是他现在 他现在是 要打要杀他都不怕 他现在就觉得 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 都是陷害他 今儿大爷你的事 他明儿可能就反悔 没有一点信用 你还指望着用刑 能问出他什么来 我不用刑 难不成我还把他 养在这儿不成 之前你四处寻他 都寻不着 发了海埔公文也没找着 怎么今天一大早 他忽然就冲进来了 还正好赶上隔壁人 在的时候 就看着我们 把他提进服了 看着就看着呗 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 可是任曼娘子 是良民 李当初给他拖了剑机 烧了身性 现在文书里 他就是正经的良民百姓 白日里一个胡伦人性 若是伤着了 那隔壁肯定是 铁定要找上门来的 非要主持工道不可 他还要什么公道啊 我堂堂一个朝廷三品大员 被他暗中刺杀 上了公堂 我还要以公道 就算是有罪 你得过唐审的 咱不能在家里滥用私刑啊 要命的是 如今黄未未的人 太后四面窥视了 你又在抽什么纰漏 让对头给拿住了 那这事可就不是咱们一家的事了 这某次当朝大臣 齐罪当初斩了一绝 难道他就不会判一判吗 千万别 处点稍入极点呢 落之后必有新人翻出来 这不 容姐的婚嫁可怎么办 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意识冲点 就毁了容姐的前程啊 看来我是拿这个毒服没办法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昌尔 毁在他手里啊 或者 还有别的办法问 大行都问不出来 大行都问不出来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问他问不出来 我们就换个人问 好眼 你看 像吗 像吗 好眼 你看 像 就如同站在真人面前一样 那我就再照着这个样子 再画个七八张 你何必自己画呢 找师爷 找几个帮手一边画了就行了 咱们这府里不知道多少眼神 这等私密家宅那时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要是心头我 出口是我两把就好了 我一辈子都输给你 我一辈子 帮你 我一辈子 帮你 我一辈子 那我一辈子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子 你接我这个人 前两天见了 来找一个卖乡的扬州人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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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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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娘离开之后 便被白家盯上了 她抗拒不了白家锦衣一时的供养 便是他们一同猛啊 白家让曼娘来汴京 在我身边四季上楼 你 只要一来 你膝下无子 昌阁便是唯一的继承人 到时候 他们可以操控昌阁当一个傀儡 他们答应曼娘 只要家产得十之一二 曼娘探财 便答应了他们来杀我 你当初写了仪表 定了机人 他们又不知道是空白的 杀你有什么用呢 所以他们才理应外伍吧 搭上了隔壁那条线 是 白家锦等我死了之后 让我来寂寞出面 便请阻牢 证明我那封空白的仪表 是无效的 他们 便可以鼎力支持 昌阁是我唯一的继承者 总的条件 白家说 昌阁年纪尚小 无法为朝清效力 所以 离应有我那个三弟弟廷尉 习承军尉 为了军尉财产 谋杀朝廷大员 这可是 这可是杀逃了大罪啊 他们怎么敢 我这傻子 不是个坏事 这是个好消息 这 什么好消息 你 至少我知道 昌阁是他们谋划中的一魂 我的昌儿还活着 吴望 对 我没有闹我们指出个小区 要你们想了 你用站ическая支队 上船 船嗎 好 走 快 什么时候 你渤走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走 走 我这一传都是盐 加起来能有三五千两银子 我都给你们 行不行 我 你们不是来抢盐的 大哥哥 大哥哥 顾廷叶这小猪子 你们是顾廷叶的人 大小悠的儿子 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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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那个婆婆打成孩子 我们没见过孩子呀 小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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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来 手端平 端平 头 再来 好 侯爷 扬州的消息 容金儿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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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怎么样了 来家也没昌哥的消息 我不能让昌哥像我一样 因为有父亲 却还不是没有父亲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还是没找到弟弟吗 弟弟会找到弟弟的 弟弟 我去求娘 娘最疼我了 她一定会告诉我 弟弟在什么地方 娘现在病了 你还小 过不得病情 母娘好了 弟弟回来了 我带着你快去找他们 弟弟 我知道你要没病 天司不走了 快去睡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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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上一天 乖乖睡吧 说不定 你让你安静 就告诉你爹爹唱歌的像 从今儿一睁眼 就能看见弟弟了 老婆 来 多睡吧 我倒不睡了 爹爹 回到土花里去看花凳 我倒不睡了 我吃云上的 老婆 你干什么 接着 这边 在原末了 小子 我 сам 就来 启发 祂 来 容姑娘到这儿干吗 退气得很 快回去吧 弟弟叫我来问问话 容姑娘问话 好 快开门吧 阿灵 阿灵 滚出去 你来做什么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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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阿娘 我在外面吃苦受罪 你在这宅子里 倒是安享富贵啊 你现在有了当侯爷的爹 有了嫡母 有了这样破天的富贵 还要我这个阿灵做什么 阿灵 我跟你走 就算去山里也村都好 我要跟阿娘和弟弟在一起 我没有贪图富贵 阿灵 走什么 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要那个小贱人见着你 他一看见你 就会想到我 就想到你不是他生的 你是我的女儿 他那高门书里的样子 再也装不下去 阿灵 阿灵 你让我去见见他吧 你让我去见见他吧 他死了 就在你在这大宅子里 安享富贵的时候 在你穿金带银的时候 在你吃香喝辣的时候 他死了 阿灵 阿灵 我害怕 想见他是吗 你去地府里去见的 我连你去地府里去见的 你去地府里去相见 跟着没有 地府里 你 你 咋子 你去地府 你去地府 咋子吗 你去 阿灵 丧姐 你去地府 母 母 你 别动妈 宝月 快 你快带着孩子 你去歇着吧 让他拥紧受惊吓了 把他捆起来 没人送过查办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昌哥报仇 你是真疼他 还是只把他当成工具 我是世上最疼他的人 你这个贱人你懂什么 当初侯爷明明是很疼两个孩子的 纵然昌哥出身不明 可怎么说也是个庶长子 若不是你把他偷偷抱走 他如今能跟容解一样 在侯府里金尊玉贵地养着 日后念书 习武 赤穿用肚 客举重绑 样样都是人中龙凤 可你把他掳走 当成工具一样 来达到你的目的 还利用他来威胁侯爷 侯爷寻找了他那么多年 你把他藏得严严实实的 连个启蒙师傅都没请一个 你还说你心疼他 你当天下人眼睛都瞎了吗 我是世上最疼的人 你懂什么 他也在等我 高丁叶这个魄赛东西 他在眼里什么都不算 你告诉我昌哥的下落 我对王母骑士 绝对不枉带他 你这小贱人 原来是你这小贱人 在于余家的时候 你把我骂的什么都不是 但是如今你嫁到顾驾 穿心快乐 你当于余家的人知道了 你当于余家的人知道了 我还不肯定了 我想要在世的时候 有说本 父母之爱负女 则为之寄身远 你若是真心疼唱歌 你想想他十几年之后 二十几年之后的日子 你是真想让他跟着你颠沛流离吗 还是 在侯府尽心教养呢好 你去地府去找他呀 是 是 漫随流水 算来 一梦 不生 醉香 露吻 一平道 此外 不堪行 女孩家 多学些总是好的 可怎么念这诗啊 这诗白天听起来尚且晦气 到了夜里可不就更凄凉了 你诗白天的 她赞召召远 求你的 它可以 尚且 为你渐召召召眼 事主者是否定的 那些人是否定的 能不能失联心 未来 我及任何时间 那边出大事了 方才容紧 不知何故 忽然跑到了棺内建傅的屋里 陷陷被他掐死了 什么 太夫人别着急 没诊掐死 被抢下来了 真就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 那顾婷孽 是怎么处置那外事的 是杀的还是打的 他呀根本没处置 没处置 不像是他的脾气 盛家人数目 瞧见二公子脸色不对 一把姜绒卷抢了过去 就把他织出去了 这小门小户的术女 一辈子小心谨慎 有她在 恐怕老二 是犯不了什么大错 那 那那毒服就没用了 是 瑜伽的尚且被他起的吐血 又是孤二的枕边人 留他一日就闹了几时 我们都看看老二 是怎么收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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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ndo 假使她全然是撒谎的 孩子确实给藏起来了 不给人看 那你说 你说 这孩子能藏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对 得是有人的地方 总得是有人的地方 这孩子 得吃 得喝 得有人照看吧 可不比何一 一个人轻松自在 总是要有人照看呢 丹菊 你说 你要是有小孩的话 你会交给谁来照看 那 自然是我最信任的人 老太太 或者姑娘你 你要找最信任的人 那曼娘最信任的人是谁 父母兄弟 兄弟 是啊 兄弟 一个男人带孩子 怎么比夫人带孩子 要显眼得多 对 石头是跟我说过 他确实有一个兄弟 石头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他还跟我买南美铺的樱桃间 是 石头 你去把卖娘捆了 送到开封府去 就说他勾结外人 谋害当朝大人 是 官人 官人 二郎 官人 我昨晚合计了一夜 毕竟唱歌的下落要紧 你 如今的卓满娘是牛颜不尽 咱们也不能私行相多 免得被隔壁抓住了把柄 拖累官家不说 你说送到官衙 且不说官家能问出来什么 这两板子下去 可能就没命吧 那昌哥的下落 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我瞧着 不如 那将真把娘给放了吧 胡闹 好不容易扬装这几个 把她送到我手里头 若把她放了 我什么时候再把她撞回来 周满娘现在是豆腐落灰 拍不得 打不得 放在家里还容易出事 保不住什么时候 隔壁就来家里看人了 把她放出去吧 把母狼放出去 她总会担心小狼 时不时的 要去看一眼小狼崽子她 你说得是吗 只要盯紧她 顺藤摸瓜 说不定能找找 我是妈娘 把孩子放到外边去养 毕竟不会塞给别人 多半是放到她哥哥手里 她那个哥哥带着一个孩子 也一定是推三阻四的 不得力 那 周满娘能放心吗 她总得时不时的 要去看一眼 只是不知她 非要留在汴京的话 那怎么办 你真是你阿娘的好女儿啊 你快放我下来 战国策也看得 兵书也看得 快放我下来 娘子 咱俩手拉着手 一起走在这儿 惊起从里头 干什么 来人 弃了她的差环 搜干净她的身子 一文钱也别给她留 什么意思 又杀人了你 救命啊 救命 都一 都一 我们侯爷吩咐了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可就不许在这 东京城里待着 你若在这儿待着 就算严谨欺讨 也不会有人施舍 你一文钱 快快滚带 什么意思 她什么意思啊 她不信不信 走了 她杀了我的孩子 就走跑了啊 我要让她偿命 你知道吗 偿命 不要骂了 傅廷一 你失乱中气 傅廷一 你不信不信 她把她昏出来 是 可有什么伤痕 没有 驱赶她的人 都没动手 我的人在边上 瞧得真切 一点油皮都没破 她也是个厉害的妇人 生生搅了一家两场公事 就再没别的法子了 那妇人说了 要去告官 和圣诞娘子说了 让她立刻告去 说到时候公子 脱了衣裳印伤 看是谁上狗头闸 我将她的性子 恐得天不怕地不怕 这次居然这么谨慎 竟挑不出错了 那娘子昨日掐了容姑娘 看守说二公子气得 浑身直发抖呢 也说了要送官府 可今天早上 和圣娘子吃了一顿饭 忽然就改了主意了 只说把人推出去 轰走了事 可又在派人跟着 已经派人跟着了 这两个人 一个灶一个静 一个弓一个手 要是不把他们拆开了 那可怎么杀得透了 那可怎么杀得透了 这事儿啊 我见经寻亲 不慎被人掏了包袱和盘缠 大伯 要不施舍一个呀 您没钱哪 去去去去 走吧走吧 大伯 可怜可怜 施舍一个吧 娘子 我这是生意 走走吧走吧走吧 我说娘子 你没给钱呢 娘子你帮忙还我 娘子你帮忙还我 娘子 你这儿 娘子你这儿 来 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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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我来的 走 我找我来的 走 离开京城 走 走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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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我 后院怎么了 后院有个血啊 走狗谁命人 都放我一切了 大伯人啊 大伯人啊 你离开京城 至爱去哪儿去哪儿 走 不要你离开京城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走吧 走走走走 走 他拦着点啊 走啊 都散了吧散了吧 散了吧 走走走 走啊 这球柴房建宿一晚 我会给你们洗碗 擦桌子 就建宿一晚 你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大哥 大哥 我还会唱小曲 小曲 行啊 会唱什么曲子 周短贵 这是犯了事的妇人 上次不许她在京里住 你从隔壁所有店家都说一声 是是是 走啊 滚你 走 滚 我告诉你 我现在 你离开京城 是爱去哪里去哪里 但是你要在京城一日 我保证你吃不到一厘米 睡不到一张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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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啊 滚银银银银 我走啊 走 我告诉你 没门我告诉你 走 走 快走 什么回事你 你 快走 快走 来 阿姨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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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朝新贵 殿前司副指挥使顾廷叶 顾廷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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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不信 走 使乱重器 快走 害死亲子啊 快走 快走 走开 走吧 顾廷叶 我是说顾廷叶 走开 当朝新贵 顾廷叶 使乱重器 快走 快走 忽心 伯性 这妇人真是个魔性 这样的招 居然都能想得出来 她呀 真是卖惨忽人 以小博大 现在我那儿子 若是派人去赶他 那就成了做贼心虚 若是让人与他反驳 那就成了确有其事 若是真跟他对簿公堂了 你说谁会知道 这么个街边妇人 大家啊 还不是都想看她 这个新贵侯爷的笑话 横竖这一招啊 是对这个妇人 是对这个妇人 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是对我这个儿子呢 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 这样的招数 真想得出了 那妇人 太夫人 你住在深归 这种下山烂的招 可是听都没有听过呢 别让寻成的 坏了她的招 你男人在外头 不是还有些人手吗 多帮帮她 是 对 今年这园子里的花啊 开得可真不错 是啊